許氏仁國氏報導 老鏈今日告? 高官對老鏈的咖啡特別喜好 除了剛剛被抓的麥局長之外 別忘了還有前政務司許司長 聽聞涉案的許氏仁 和新的國氏兄弟今天會去老鏈報導 律政司準備在他們報導前 決定是否落charge 和定下控罪細節 又熟悉老鏈調查的人士分析 許氏仁最大可能被控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 很可能安排下個禮拜提堂 而新的管理層已經想好後路 做定應變措施 增加了五個執鬼成員 全部都是新的老臣子 由於市場一早消發了負面消息 所以就算兩兄弟即是被落charge 相信對股價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3月尾 許氏仁和國氏兄弟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被捕之後 一直都沒有什麼新進展 被指一是金手指的掛餅商 在5月3日亦都被老鏈拉埋 會不會專做烏點證人 頂證他兩個弟弟就成為焦點了 近來老鏈忙著應付現任 和前高官的case 凹凸 所以他們都特別開多了 一個在理處長的位置